我們回來了,在休息的時間,副台長不斷地請教一下魚蛋、尿牛丸等等 我們推遠一點說產業優勢 以香港的產業來說,上一集也有說過,我們分兩套 一套就是傳統產業,然後大家覺得傳統產業不夠 不夠容納到我們的就業,於是提出一些新的東西 珍先生就做了六件新的東西出來 但好像被人想推翻的料理 蒸發了,莫為忘了 我這裏又順帶問問幾位嘉賓 第一,推新的東西是否需要呢? 話題是,究竟應該緊守我們傳統優勢 還是我們應該是寫本逐末去找一些 令我們香港人說什麼都有,這樣去做 第二,再提到我們的轉型 我們從六七十年代轉口到輕工業,然後到服務業 董先生有說過知識型經濟 現在就有一些政客,田先生那些,不斷說 喂,我們香港可不可以回來,有些工業 工聯會,閒姐那些,一直在說,我們有很多人才 究竟這套的行法又對嗎? 我又問幾位嘉賓了 我覺得,說回閒姐,我自己本身在工聯會 都是製衣界的那個Member 不是涉及政治那些 我純粹就是,因為我家也有做製衣生意 有做魚蛋,有做製衣 魚蛋在肉食那裡牽連了 所以就了解那些老闆,略之一二 你可以製衣,其實香港的製衣 我先說,你做了一件衣服 因為紙板師傅是很重要的 其實在世界上很多大牌子 大到可以開名,主持說,你Chanel也好 或者是運動服,你什麼Adidas,Like之類 全部都是香港師傅做紙養的 現在仍然是 現在仍然是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不過我不開名,在哪裏做我都還知道 因為其實這些都不是什麼秘密 在韓內很多人都知道 香港的紙養師傅是全世界出名的 但是這班人,由晚年 其實有些很老年紀的 六七十歲都有 他們在內地工作多 大家都知道那些廠不宜 但是你說,之後有沒有這種人才 其實我暫時看,香港可能始終是轉型 因為沒有人入行 是真的很少 那你說可不可以搞這方面呢 我覺得產業,我講一點點 剛才主持也講過 究竟我們是謹守本業 還是再去開拓呢 我覺得,我們不會本末倒置 兩樣東西其實很有緣 你怎麼說都可以 不是 本業的意思就是 我們緣有好的事 等於做生意一樣 是賺錢的生意 我們要保持住 但是我們應該是 要再去發展其他生意 那究竟發展什麼生意呢 其實我覺得 有很多人手 或者培訓方面的生意 我們都可以做的 但其實現在是做不足的 亦都令到很多年輕人 為什麼經常說社會有怨氣 或者其他事情 那我講服務業 香港經常都說服務業 服務業可以繼續 可以產生更多不同的行業出來 但我們 我見到社會比較少 但Ben 你知不知道 社會一直不斷轉變 大家都知道 由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是在變 其實是社會 將我們慢慢變 你說要回頭 是有難度 高新值的發展 過去的工業 就說的是量 有充足的勞工 就撐起工業 但現在說的是人才性的工業 是高新科技 你等同就是 但其實香港是有這樣的人才 我同意 上一集 我記得我們都講過 例如做Animation 或者其他方面 一些高新科技的行業 香港是絕對有這個人才 以及也有這個優勢 可惜就是 沒有人去支持 沒有商家 以IT為例 我個人認為 雖然我不是從事IT 但我覺得IT在香港應該有大有可為 香港人有條件發展成為一個 大中華區裡面的 尤其是中國大陸的一個 軟件開發的中心 什麼意思呢 這件事我就說真的 我就兩看 你說Software 譬如說我講真的 那你高登那些搞圖的 我都覺得好 你如果說真的 你說是硬件的創新 老實說 大陸我就覺得一定會比香港好 當然啦 如果這個硬件就是大陸說軟件 你因為為什麼呢 你回羅湖城 你可以隨便把兩樣 你想想 第一步可以 把電視融入到電話裡的產品 都還是在大陸出產 像生產機一樣 生產機 不是iPhone 叫做Phone 人家的蘋果咬一口 就蘋果完整 挺有趣的 即是Apple上iPhone5的時候 在深圳已經賣了iPhone8 但香港發展的資訊科技 是有它的優勢 你相對於大陸 大陸還是一個較為訊息封鎖的地區 你還有很多網上不到 很多東西是不 相對上你較為香港 香港無論在資訊方面 創新方面 整個氛圍 我覺得仍然是 比中國大陸更加適合 一些 IT 軟件上的創新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做個軟件出來 如果大陸一和諧你 你就 付諸流水 你要明白到 現在一個不是資訊 是free的 這個就是香港人的優勢 我覺得 你看見我們電影也是 我們香港的電影製作人 可以吸收世界各地很多方面不同的資訊 但他同一時間 亦都可以把握到中國大陸的尺度 同樣進入到中國大陸的市場 我想IT也是 但是一方面 你可以讓內地人 接收到更加豐富 更加寬的資訊 雖然對於大陸的IT人才 但另一方面 你不一定要挑戰大陸的底線 最近有一套 大家都在很多話題 電影 低俗喜劇 在香港就很大收 為什麼他做出來 只是對香港的市場 他都不是對大陸的市場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一旦要遷就大陸的 老實說 你套套女主角都是張子怡 我都看得悶 有時候 太遷就 反而放棄了我們自己的市場 就是我剛才所說 會不會就是我們放棄了我們自己的東西 去為了迎合別人 而沒有了我們本身的優勢 不過我覺得鞏固傳統的優勢產業 以及發展一些新的產業 並非一個矛盾的關係 你問我 有什麼產業是香港有潛力發展的 現在我 都沒有很清晰的方向 我想全香港都在想這個問題 其實我有的 不如你分享一下 不如試想想一下 香港 現在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製造這四個字的食品 可能入到大陸的 可能沒有 不如吃油 奶粉 這些 如果香港真的有得做 我隨時想到市場 香港現在最大的優勢 我覺得飲食 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行業 香港有很多特色的東西 甚至乎 我覺得現在吃起來 味道不同 我們小時候的好吃 很簡單 就是酥皮蛋撻 酥皮蛋撻 酥皮蛋撻就不是很健康 但是 很難吃得起以前的酥皮蛋撻 真的好吃 所以我經常跟別人說 現在不是經常說 我們要吃膽固醇 要吃好的膽固醇 不要吃壞的膽固醇 我教你怎麼分 好吃的就是好的膽固醇 當然往往都是這樣 那William 你這方面有什麼看法 我是這樣看 你剛才都說到 其實我們電影界 剛才說 拍了一個低俗戲劇 其實很反映了 好像現在我們的社會一樣 就是 大主題 要迎合大陸 因為市場在那裏 市場在那裏 Monkey is king 沒辦法 但可能你說低俗戲劇 收得好 就是因為沒有人去拍 沒有人去拍 就可以認出一些少數人 就有機會找到 就是同樣 剛才在我做金融界 我當然是很立場 很堅定 就會覺得未來十年 二十年 因為我們本質都是金融 現在的 我們要先不要跌 先搞好 你穩定陣腳 先慢慢去想其他事情 還要我們的政策 要配合 好像上一集我們都說過 大學全部都是開這份金融 是不是要再開其他 政府要幫忙 沒有一個配套 現在是 找工作都是難入 好像Benny剛才說 香港很多師傅做衣服 都是在後面 不是對前面 現在好像做服裝 做服裝 好像U來講 有Polly 但問題就是 她的修身程度 會越來越低 會不會 因為通常很TOP的 就選一些很HIT的 topic 他們選HIT 以前Polly 我覺得是少林子 現在可能 現在未必是差的 但我覺得 反而是他們的機會比較少了 香港大專教育的定位 可以覺得 以前培訓完的人才 你就預料他們留在香港打工 建立香港的品牌 但你想想 其實現在你可以 當作Polly 培訓一些Designer 出來 她可能是回大陸 即是打大陸的市場 可能定位定在這裡 會更加適合到市場 我承認我是老土 和我沒有什麼沈眉眼光 我經常覺得 香港的Designer 或者世界的Designer 她設計的衣服 她自己都不敢穿出街 有些話題是這樣的 天橋上的衣服 還有 剛才講開一些IT 軟件 或者叫做Software 或者是網站 或者是有關IT類 電腦上的行業 其實我都是兩體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香港可以培養一些人才是什麼呢 是一個類似工程師的操控手 一個Organizer 為什麼呢 現在甚至乎很多網站公司 在寫program 在一個程式裡面 都已經在大陸做了 的確 他們內地的program 我都見識過 是比香港平均計 是比我們高 你小心 這個是特別嘉賓自己個人的意見 與我們節目的主持無關 沒有問題 這個為什麼呢 我覺得 不是香港人的質素問題 我想補充就是 是因為香港的生活節奏問題 他們很專心 最主要的一件事 而香港的人 在面對的事情 真的比較多 我們香港人是辛苦的 我覺得 但是來說 在一個Design裡面 其實好像寫一個網站 你會分兩部分 一個是program 一個是Design 就是 就算在大陸 幾強的機構 或者網絡公司 我可以說 美好的Design 八成都是我們香港人來做的 這個是真的 你不要說Design 只是品牌 我從來都認為 Wahaha不應該是一個牌子的名字 是不是 我相信 你出這些名字 老實說 他很有創意 但是 他內地文化又不同 但是他們是很 始終是很 Buy 我們香港的設計 我們這個一定是吃香的 我夠膽在這裏說 我們在IT方面的設計 一定是在內地吃香的 所有Designer都是 不過內地都出得很快 內地都出得很快 不同的 我們始終那個成長 等於我們整個時代的巨論 我們始終有些東西是走快一點的 對 好像我們一出生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香港本身已經是亞洲其中一個 亞洲一個很發達的城市 在一個已發展的地區 但是大陸 成為一個 較為富庶 或者較為繁榮 可能是說一些十幾年的事 實際上 我們其實由一出生 至少八十後 一出生 小小過接觸到的資訊 或者整個氛圍 已經是一個 國際大都會的氛圍 但香港人有一件事 要很小心 新一代的人 是泰國姊妹 即是帶香港 或者有時會不會這樣說 用一個足球的術語 譬如說 以前 其實 所說我們的出生 我們的想法 就是好像在講一個 戰術的問題 中國還是那個問題 在於自己個人是很強的 但是一放下去 戰術運用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他完全 你又你踢我 即是有沒有一個大體 你足球怎樣踢法 老實說 美斯值錢 不是他扭到那個球 而是他在適當的時候 做適當的事情 還有他的隊友 願意傳球給他 對 所以就是整體和個人的問題 整體合作 即是你講開設計 其實我以前也是設計出生 我們的嘉賓很強 不是 設計可以無價 但未必是值錢 但我又回大陸做過事情 又見過 這些就是大家的文化 抄襲成封 又不可以叫我抄襲 大家的文化不同 香港讀設計的人 就是會 創作多些 用創作 靈感多些 你見到我們有很多搞笑的 講talk show的 全部都講兼明 即是生鬼一點 靈活一點 這樣去的 國內的創作 不是創作 是用文字表達的 會比較多 大家的不同 文化不同 其實看網站都知道 你大陸的網站 有很多設計的公司 全部在大陸的一級公司 科A公司 全部都是香港人 有時候 可能你們都不會 有時候 吃下午茶 有時候看看 喜羊羊與灰太郎 你覺得畫工 跟日本沒有什麼分別 但你總是覺得 很漂亮 有時候有那種 你沒有辦法去形容 整個故事的設計 我覺得文化不同 除了說設計產業 例如說 我們也說 我們也有一些優勢 我們當時 因為直接競爭在大陸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說 跟內地的分野 奉勸一下 很多高登的Brother 不要大家那麼灰心 其實 你們是真的很有創意的 只不過我們考慮一下 如何將創意變成你的事業 只要你找到這條路 只要你找到這條路 我經常覺得 絕對年青人是有利 我覺得那群Brother 雖然有他們的意見 我未必認同 但是 他們的創意 我覺得真的 創意無限 我在跟高登的Brother 說 你們的創意 我真的十分拜服 無論是 你說的東西 好還是不好 你們的創意 是真的沒得談的 事實上 雖然好像在說 跟這個題目無關 高登的Brother 又出過小說 又拍戲 雖然當然有多少鹽花 又有些歌詞 甚至唱到潰赤人口 大家一想起 高登的Brother 自然會想起 中港的問題 但是其實 要奉勸 要想一想 其實 我們是把我們的精力 放在哪裏 我們是由得發為的 我們見到 比如說 我們最簡單的例子 以前的日本 和現在的韓國 他們是創新 他們是可以把他們的創意 變成他們自己的事業 甚至是國家的一個 產業 這也是我想說 其實主持說得很對的 就好像那班Brother 如果把這方面的創業 投放在其他事業上 我這樣說 真的 十年都上市 但如果我是高登的Brother 我幫我高登的Brother 先說一下 我想幫他問一條問題 剛才你說到韓國和日本 人家的政府 是很全支持他們 但是我們的政府 有沒有去支持我們的 高登的Brother 我又想代他們問一條問題 將創意產業化 或是將創意商業化 由創意變成錢 每個人都想的 但實質上要怎樣做呢 你們兩位 上了案或是半上了案的前輩 有沒有感來妙計分 我又開名講講 我們以前 其實香港都出過一個書法家 雖然大家都知道 他是過身 那個叫做真道財 他最後他的墨寶 都在一些時裝上出現 如果你有留意一下 我們有一些做 裝飾 譬如是間屋 譬如說 有些好像報紙 分類廣告形式 又內衣褲 又可以做一些布 布藝 其實有的 我們的確是有行業 是採納到這些東西 肯把它擺進去成為 我們香港元素的一部分 我們想想 怎樣可以把我們香港的元素 推進去不同的國家 例如說真的 現在中港 我們中港經常說是有矛盾 其實中港也是一個契機 我們可不可以表現給別人看 當然我們明白 大家生活習慣 很多東西不同 我們看不順眼 很多東西要和諧 但其實如果表現到我們香港那種優越性 他們慢慢學習 接受到我們的文化 從而產生一個 demand 等於我們有很多年青人 是喜歡去日本 朝拜的 每年都要去的 一定要買他的東西 其實有沒有可能令到 國內的人 他很欣賞和崇拜香港那種文化 從而買很多有香港特色的一些產品 進而我們可以擴大我們的圈子呢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飲食 為什麼呢 就是我國內很多朋友都過來 有很多都自由出入 那他們呢 最喜歡的是什麼呢 香港 其實真的很特色 雲吞麵 蛋撻 大細勇是由廣州傳進來的 我看一查 我覺得 你看到就說 他們對香港的食物 是很喜歡的 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在這方面 我們不再說什麼地產霸權 但是租金或者其他東西 經常我們去吃東西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經濟越差的時候 店舖的食物質量是越好的 經濟表面 叫做越好 店舖貴 你是吃不到漂亮的 這件事我覺得也是一個深層次問題 但是 你也看到一個機遇 他就說 無論怎樣都好 只要你做得好的話 你一定可以吸引到人 那我不單止是國內朋友 甚至乎 叫做外國的朋友 叫做洋人也好 東洋人也好 雲吞麵 剛才所說的 甚至乎街頭小食 或者粵菜 那些 他們都是很喜歡的 我覺得在飲食業方面 有很多朋友 也堅持做得很好 我看到有些集團 都是越開越多 但他們的質素也是保持得到 這也是一件好事 很感謝兩位嘉賓 我這裡順帶和Ben說 有機會我帶你去中環阿蘭香園 看看是一個街邊檔 每個人在西裝不停地排九個字隊 就是為了吃他的碗茄偶通 這跟地產霸權本身無關的事情 不過是香港特色的事情 這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Ben和William的客串 多謝Victor 各位聽眾 下個星期 我們再聽我們的維園我主場 多謝 拜拜